各位網友 今天是11月24日 中午12時半 錄第二段影片給大家分享 今天帶大家來一個地方 就是 Ponton Ponton 離開曼城 大大話說 有十七八米 甚至乎更加遠 雖然離開曼城這麼遠 但離開 Stockport 在曼城的其中一個大陣 很近 大約是6-7米路 如果不去曼城 選擇去 Stockport 只不過是6-7米路 Stockport 是在柴郡 和曼城的邊緣 Ponton 這個地方 Ponton 名字 很可愛 Poynton Poynton 它的電話 電話的字頭 都是跟 Williamslow 一樣 01625 離開 Williamslow 大約是5-6米路 今天我帶大家走一些鄉村路 路鬼喜歡走鄉村路 因為喜歡大自然的景色 又平靜一點 路不是容易走的 沒有那麼多車 可以周圍看看身邊的風景 前面有個路牌寫著 Arlington Hall 英國以前有很多貴族 貴族有很多地 屬於大地主 他們居住的地方叫做 Hall 所謂的 Hall 就是一些很大的大宅 在說十多二十間房間 那些尺寸 如果大家有時候看 英國的古老片 或者 以前 Peter Cushing Christopher Lee 那些殭屍片 那些大宅 就是那些大宅 有個大大的火爐 說的是 整個人那麼高的火爐 都是在那些地方 我們現在去的方向 叫Arlington Hall 那些 Hall 現在有租給別人 做私人派對 即是結婚的場所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英國搞結婚 都可以租那些地方 不過自己親戚朋友 就要來英國 現在我們來到一個Junction 轉右 就是去Marcosville 轉左 轉左 就是去Stockport 剛才我過了紅燈 哈哈哈哈 幸好沒事 那 好了 輪到我轉 現在我轉右 又是整路 因為現在英國 趁著這個疫情之下 小車小交通 他們很多路整 那說回來 我想帶大家 來多些 事交 看看吧 因為你拍這個 拍這個 鎮中心 或者是市中心 也好 基本上拍的東西 都大同小異 尤其是拍商場裏面 如果香港的 香港人 你去這個太古廣場 太古城 這個 又一城 裏面的 舖頭 食肆 基本上 都大同小異 沒有什麼新鮮感 所以我寧願 帶大家 去一下 市交 其他地方 甚至乎 這個香膠 就拍拍攝 一操 至少大家 有一個 另外一個角度 去看英國 英國的 生活環境 這就是我的想法 那 老鬼 走了一段 少少的 大路 算作大路 現在又回到 鄉間路 鄉間路 很多人踩單車 老鬼,夏天的時候經常踩這些路 這些路很好踩的 又沒有車,陽光充足的時候 天氣和暖的時候很舒服 很好享受 大家看看吧 周圍的環境都很漂亮 綠草如茵,大樹婆梳 是不錯的 甚至乎是行山的 即是用行山的形式 行這些路 身心舒暢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路牌 Arlington 前面就是Arlington Hall Arlington Hall 在前面沒有多遠 大約走幾百馬 就在右手邊 夏天他們都會開放 給人參觀 收入場費 給人參觀大宅 裡面有茶水檔 有咖啡 小食部 80m Hermic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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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購 適合 適合 結婚的 我沒有進去 我沒有進去 有幾間 小孩 小孩 我都會去 現在 小孩都不跟隨我 自己都沒有興趣去 為了再老一點,有什麼興趣去呢? 前面這間,叫做什麼? Pub 我想它關門了,長期關門 即是倒閉了 以前,它有星期日,星期六有自助早餐 4.99 而已,很划算 我都來過一次 我們現在轉到左邊 就是去Ponton 差不多到Ponton 左邊,有間飲咖啡 Starbucks 我久不久,有時都駕車來這裡 享受咖啡,沒有工作 前面這裡,有些商業的寫字樓 這裡的寫字樓,不等於香港的寫字樓 它很矮的,三幾層 我們現在進去Ponton 通常來說,這些小鎮小鎮 只是行30咪 老鬼上次被人拍照 大家要遵守一下交通規則 不要亂來,再抓就不行了 所以都要小心開車 兩邊,這條路的兩邊 一邊開始有小店 有些小店 有些酒吧 過了這個小小的 Roundabout 前面就是進入Ponton 這個鎮 現在進入了Ponton 這個鎮 小鎮 左手邊有一間Audi 就是賣超級市場 就是德國的 兩旁有些食肆 外賣店 餐樓 買些東西 Interior Design 做浴室 右手邊有一間賣車 Ponton這個鎮 規模是十字型 十字型 每一條線都有店 我現在轉去左手邊 給大家看看 這裡就是正中心 有間叫做動音泰國餐館 然後還有一間喝酒的酒吧 有一間印度餐館 然後就是一間油谷 我做一個圈頭 我圈出來 我圈回那條十字的中心點 給大家看看 這個小鎮的面貌 這個小鎮 這個燈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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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嗎 在那裡 是很有名的 就是一個紀念碑 聖誕節 它就會 裝修 燈色 就分析得很美 這個 這個 非常之美 這一條就是正正的大街 兩旁有很多店 有酒樓 有Bargain Store 有麵包店 旅行社 剪頭髮 三副鞋物 Pizza Express 做窗簾 眼鏡店 地產 整手指甲 還有其他 做美容健身 一間 也有的 這裏有一間 酒吧 圈過這車 有一間Ratros Ratros 就是另外一間超級市場 正如我所說 Ratros 在那個地方開的 那個地方的消費力 都不錯 一個Ratros 一個馬沙 這裏就是Ratros 停車場 都等了幾多輛車 都等了幾百輛 都幾旺 應該 那我們 就 轉去 剛才那個 Pontun 那盞燈 那盞 維多利亞時代的 街燈 那個位置 大家可以到處看看 Pontun的環境 怎樣 樓價 我想 跟 Marcosville Congoton Sandbarge 那些樓價差不多 這個 Pontun 都不失爲一個好地方 那個文風 都幾順薄的 左邊就是一間酒吧 現在另一個角度看 大家看看吧 是極之不錯的一個扶子 這裏有一間廚房 和別人裝修廚房 我們現在回來 就是那盞燈 那個燈 這個就是正正中心 Pontun的中心區 我轉左 轉左就是我們剛才來的方向 那邊有一間 Church 是賣車的 左手邊賣車的 我看到Audi 在我們右手邊 大家看到了 Pontun的字寫 你一定在你面前後 OK 那也是時間回家了 講講講講 講了十幾分鐘 轉左就是回到Wilmslow 剛才我由小路來 現在就由大路走 話就說大路而已 其實只不過是比較多些車 和路比較闊一點 就不是香膠 前面有整路 又要停了 不過這次很快轉燈 大家會看到 又整路了 右手邊 整路的白色車 就是Pontun的火車站 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是火車橋 下面就是火車站 還有一輛救傷車 我們通常都會讓 我們都要駕駛一邊讓 救傷車 那個自律性都很高 一看到救傷車 每個人都找位置 就塞進去 肯下救傷車 就通過 不過就不可以跟香港相比 因為香港地少人多 就很難做到這件事 現在我回到Wilmslow 一會兒會經過一個地方 叫Woodford 上次我都說過 是一個很小的社區 但屋子很大 大家有些印象 看看Woodfordford 屋子是怎樣 是比較清淨 而且屋子的尺寸 較大 民風是純樸 不錯的 這座比方 這裡 去機場都很接近 機場都很接近 我們現在去Woodford 和Bramhaw 那個方向 機場 就是可以經 新開的 Airport Expressway 回到機場 我想 如果從Woodford去 四五個小時 最多 我們看到Stopport的牌 在左邊 所以我剛才說過 離開Stopport不是遠的 Ponton這個浮 這樣 我們已經進來Woodford 這個小小的社區 基本上沒有購物 連便利店都沒有 但是屋子很大 很漂亮 前面有一間Hotel 那間Hotel 又是股式股鄉的Hotel 雖然說是小Hotel 但價錢絕對不便宜 因為它股式股鄉的關係 很多人喜歡 喜歡它的特色 快要住一個weekend 二三八磅 兩晚 行行的 就是這間右手邊的Hotel 叫Dean's Water Dean Water 不是Dean's Water 現在我們回到Cheshire 已經去到Wilmslow 大家看到 其實這個Ponton來Wilmslow 大約是5-6米路 很近 大家看到路牌 現在我們已經到Wilmslow 走多一米多路 便到老鬼家 也讓大家看看 這條路周圍的兩邊的房子 這條路叫Arlington Road 屋子很大 也有4-5間房子 這條路很容易 這條路很容易 我們現在在下斜 下斜 再上一點點R 這條路都差不多到老鬼家 早前的影片都說過 廢穿東西 以前曼聯的領隊 都是住這條路的 這條路是比較偏遠 偏離的地方 但是很清淨 右手邊這裡 有這條斜加路 那條斜加路 那條斜加路很長 很大 全部都是大窄 拿起來都兩三個Million 過了這個小小的Roundabout 對面直去就是 這個Oderly Edge 轉右回Wilmslow Town OK Oderly Edge 2米 Wilmslow 這裡就是了 OK 今天錄了這麼多 OK 拜拜